我国昨天新增1090起冠病确诊率 是两个月以来的新低 每周感染增长率下滑到0.74 再有三人因冠病病发症逝世 他们的年龄介于69岁到83岁 生前都患有其他疾病 目前有1233人住院 214人需要输养 有85人在家户病房 当中33人病情不稳定 需要接受密切观察 52人情况危急 需要插管治疗 目前家户病房整体使用率为54.2% 昨天通报的1090起病例当中 有1064起是社区病例 22起则来自客宫宿舍 其余4起是输入型病例 其中60岁级以上的年长者 有185人 本地累计病例是25万9875起 扁兵病例是2tit用处理地区